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25日 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一项调查发现 在50岁及以上尚未退休的成年人中 近四分之一称预计自己永远不会退休 70%的人则担心物价涨速快于收入涨速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正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说 美国经济在经历两年创纪录通胀后 几乎实现软着陆之时 AARP于24日公布的研究显示 大约四分之一的5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没有任何退休储蓄 这一群体对于维持生计越来越感到担忧 日常开销及包括租房和抵押贷款还款在内的住房成本 成为民众无力退休存钱的最大原因 这一数据在今年这个大选年将会越发重要 总统拜登和其对手特朗普正在用各自的政策建议设法赢得50岁及以上者的支持 这一群体的投票率一向很高 基于2022年的国会选举 23日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65岁及以上的选民构成所有选民的30.4% 而Z世代和迁徙世代则占到11.7% AARP的研究发现 三分之一的50岁及以上者信用卡债额超过万元 12%的信用卡债额多达2万或更多 此外 37%的50岁及以上者担心无法支付诸如食品和住房等基本生活费用 AARP高级研究副总裁温卡特斯瓦兰 Indira Vankatessorin指出 太多的人缺乏获得退休储蓄选项的途径 加之高物价 这种情况正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选择核实退休 日常开销继续成为为退休存更多钱的最大障碍 一些民说预计自己永远不会退休 根据此项研究 50岁及以上者中说过 预计永远不会退休的份额保持相对稳定 2022年1月是23% 同年7月为24% 该项研究每年进行两次 此外 在AARP的调查中 在50岁及以上者中 有33%相信自身的财务状况 在一年后将会更好 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 将先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der Reserve采取行动 这给加元带来了压力 这一波段 加元对强势美元已下跌了1.7% 加拿大元昨天再次下跌 此前较弱的零售销售数据增加了降息的理由 随着两国央行政策路径差距的扩大 加元的前景变得暗淡 虽然市场交易员预估加拿大央行将在6月或7月开启降息 但美联储首次降息的预期已被推迟到12月 更有一些人和投行开始放风 质疑美联储今年可能不会降息 预计加拿大央行今年将把目前5%的利率下调100至125个基点 美联储只会下调25个基点 对加元来说 这个差距会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美银全球研究Bofa Global Research下调了对加币的预期 因为有迹象表明 这种差异将比此前预期的更大 该机构目前预测 加元对美元汇率将在今年第二季度跌至72.99美分 到2025年底跌至75.75美分 低于此前的预测值为76.9美分 由于进口商品将变得更加昂贵 疲软的加元增加了通货膨胀的风险 美国银行估计 加元每大幅下跌一次 都可能使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升15个基点 他们表示 如果两家央行的利差扩大到 足以将加元对美元压低至0.69美元 可能会推高通胀整整一个百分点 美银策略师Howard Du 和经济学家Carlos Capistran表示 就目前而言 我们认为加拿大央行为了提前开启降息周期 可能会放任加元短期走弱 但如果加拿大央行降息 导致加元大幅抛售或加元长期下跌趋势 外汇市场可能会开始担心 加拿大再次出现通胀风险 以及强势美元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世界其他货币造成的后果 这可能引发人们的担忧 及加拿大央行的降息幅度会有多大 或者政策制定者是否会被迫暂停降息 等待美联储的动作 加拿大央行行长Tiff McKlum 在4月10日的上次决策中表示 政策制定者正在关注加币汇率 他对记者表示 如果加元确实变动 我们将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这一点 美银的研究人员表示 加拿大央行此前曾出手干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加元受到强势美元和油价下跌的打击 1998年8月至9月 加拿大央行将政策利率提高了100个基点 并对外汇市场进行了直接干预 Due和Capistron都表示 目前的宏观背景仍远未达到危机水平 加拿大央行干预的可能性较低 但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 加拿大皇家银行 Royal Bank of Canada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Nathan Jensen便称 过去汇率并没有对通胀产生影响 加拿大一半以上的消费支出都花在了服务上 进口商品的来源也比美国多 加拿大疲软的经济 也使得企业更难将价格上涨 转嫁给消费者 不过 蒙特利尔银行资深经济学家 蒙特利尔银行资深经济学家 认为加拿大央行的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 疲软的加元在不威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 为经济提供了支持 但如果进一步暴跌 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美国拜登政府为了打击西人民血汗前的垃圾归费 24日要求班机若大幅延误或是被取消 航空公司必须在数天内主动退现金给乘客 美国拜登政府要求 美国国内线搬机延误三小时 国际线六小时 航空公司就得退现金给旅客 美联社根据美国现行法规 航空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搬机延误多久 才需退钱给乘客 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决定硬起来 不给航空公司拖拖拉拉的机会 规定美国国内线搬机延误三小时 国际线搬机延误六小时 航空公司就必须退钱 航空公司依然可以提供替代航班或是退贷金给旅客 但旅客可以拒绝 要求航空公司直接退现金 美国政府对航空公司其他收费也定出退费标准 若是国内线航班旅客拖运行李未在12小时内送到 国际线航班行李未在15到30小时内送到 航空公司就必须退还拖运行李的费用 其他像是选位费 上网费 若航空公司未能提供该服务 就必须退钱 根据美国费葬协会的一份新报告 全美有近40%的人生活在空气污染程度 被认为不健康的地方 根据周三发布的空气状况报告 生活在严重影响健康的空气污染水平下的人数 从去年的1.19亿人增加到1.31亿人 美国费葬协会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环保署关于全美空气质量的数据 使用了环保署最新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来衡量全年的颗粒物污染水平 他们研究了从2020年到2022年的 平均每小时臭氧浓度和颗粒污染的日平均值 随后对全国各郡的臭氧和两项颗粒物污染指标 进行了评级 根据分析 全国有6500万人居住在112个颗粒污染水平 被评为F级的郡 比去年的报告增加了130万人 根据这份新报告 全年颗粒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区是 加州贝克斯菲尔德 加州维萨利亚 加州弗雷斯诺马德拉汉福德 俄勒冈州尤金斯普林菲尔德 加州圣格赛旧金山奥克兰 加州洛杉矶长滩 加州萨克拉门托罗斯维尔 俄勒冈州梅德福格兰特帕斯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梅萨 阿拉斯加州菲尔班克斯 报告作者 美国肺葬协会全国清洁空气政策 高级主管凯瑟琳普鲁特说 这是连续第六年的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颗粒污染真的是致命的 我们还看到 不仅有更多的人 在更多的地方受到影响 而且他们呼吸的颗粒污染水平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颗粒污染非常微小 它可以穿过人体通常的防御系统 颗粒污染与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癌死亡风险增加有关 此外 报告称 超过一亿人生活在臭氧烟雾等级为F的菌 臭氧是烟雾的主要成分 暴露于臭氧可加重哮喘症状 长期暴露于较高水平臭氧的人 比生活在清洁空气中的人 面临更高的死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 根据这份新报告 臭氧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地区是 加州洛杉矶长滩 加州维萨利亚 加州贝克斯菲尔德 加州弗雷斯诺马德拉汉福德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梅萨 科罗拉多州丹佛奥罗拉 加州萨克拉门托罗斯维尔 加州圣地亚哥丘拉维斯塔卡尔斯巴德 由他州盐湖城普罗沃到奥勒姆 德州休斯敦伍德兰 普鲁特表示 极端高温 干旱和野火是导致致致命空气污染加剧的因素之一 尤其是在西部地区 野火烟雾造成的空气污染每年都在恶化 气候变化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 这些野火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报告指出 许多城市的空气在一项或多项污染指标中被认为是清洁的 但在所有颗粒污染和臭氧指标中 只有五个城市被评为清洁 缅因州班戈 田纳西州约翰逊市金斯堡布里斯托尔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比阿特利斯 夏威夷潭香山市区 北卡罗莱纳州威尔明顿